其實女人的心情是很複雜的 因為月經來的時候 為什麼月經叫姨媽 就是姨 怎麼有這個 媽 怎麼辦 這個意思是這樣解釋的 然後到了這個 開始交往的時候對不對 有了一些關係之後 怎麼沒有來 很擔心自己未婚懷孕 要不然就每次來的時候 痛得死去回來了 最後她終於要走了 我捨不得 真的覺得又覺得 好像身上一塊東西不見了 沒有 我覺得好快樂 那麼久的這種感覺 沒有了 它又意味著 你即將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就好像你那個子彈要打完了 然後開始沒有一些子彈 然後又覺得 那種心情會很複雜 好像口中說火在那邊冷氣 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們心裡承受的 這意味著一個 第一個 因為你們是 不知老是將至對不對 我們也想這樣做 可是身體就是告訴你 腦子已經來了 腦子已經來了 所以其實是面對心裡 要很大的一個調整 你就會覺得說 那時候你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就這個買那個也買 都想我有一天一定用得到 我一個朋友過了50歲 他就不太在買什麼東西了 都是喜歡送給你 我說你將來不會留著用 他說 用不到了 覺得不需要了耶 你知道你會心境進入另外一種境界 因為你真的 你東西太多了 真的會用不到 哪一天你想到要用 每人講這個事情就是 現在台灣目前最嚴重的 銀髮族的生活 到底誰在照顧銀髮族 這一群人 有人很喜歡買床單 床照 有一天我來玩 我們每年來玩 買一買 燉燉燉燉燉 發現不用了 用不到 真的搞不好這輩子都睡不完了 還有男人喜歡買茶葉 他這輩子的床味都買好了 後四人也都買好了 他又在那裡買 說有一天 泡會掉 這床味每天要泡 拜託已經買到 已經是後四人都喝完了 你知道嗎 可是你慢慢就會接受說 啊 真的是那個 downhill了 downhill 下坡了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心情 是很需要被關照的 那通常我們都focus在 生理上的這個反應 其實心理會影響生理 那廖老師你好像說那個 失眠已經持續很久了 很久啊 我現在還是在用啊 不是說是關營期過了就好了 我一直持續到現在 現在還更嚴重吧 看到床會害怕 會害怕會覺得 哇今天晚上不知道 我還要混多多久 然後就不敢去睡 那老公呢 老公早就睡了 已經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你不要踹他兩腳 沒有 我都還小聲的 不要去吵到他 哎呦 這個就是有智慧的女人 沒有 我 現在 請問詹醫師 現在醫生現在都建議我們 就是晚上睡不早 就是要吃安眠藥 可是我常常要吃之前 我自己都會很掙扎 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再吃啊 我已經連續吃了那麼久了 你知道明晚沒有副作用嗎 我們就是因為怕什麼會 會啊 你之後就很退啊 或者是什麼後遺症啊 在吃這個藥 尤其是睡覺的藥 事實上有很多種 可是大家都把它 就單一講說是安眠藥 然後另外一個大家擔心的問題 就是吃到會吵的嗎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會不會越吃越重 事實上我覺得說 你如果不吃 那你的睡眠品質很差的時候 你會讓你神魂顛倒 你晚上不睡覺 那你白天的時候 昏昏沉沉的 那事實上讓你的身體更糟糕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 會建議我的病人說 你就好好吃 好好的休息 那早上起來你好好的規劃 你要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好好的去清晨 你就好好的去運動 或者說老師要寫稿的時候 他的PU來趕快寫 那你要弄到晚上 然後昏昏沉沉沉 也沒什麼feel 然後那腦筋一直在轉 那等一下要睡了 又想說我剛才那天 好像什麼 還沒那麼好 你會讓你的這個作息 讓你的精神狀況會越糟糕 江老師我還是想問 那性能不能幫助 他們這種失眠症啊 也會 可以幫助嗎 因為性清吧 沒有 性本身 你辦完事還是睡不著 不好意思 太亢奮了怎麼會睡著 不是太亢奮了 你有事還是要照做啊 還是要回去做我們自己的事啊 所以你也說可以 沒有自己另外的壓力 還可以做到讓我們睡去 很厲害 很厲害 像我因為他是離婚嘛 所以他失眠 也許他不知道性能解決他失眠的問題 要老師應該 性可以解決男人失眠的問題 不會解決男人失眠的問題 不會解決女人失眠的問題 不會 而且我覺得 其實女人有一段時間是 在情慾上是依靠男人 但是過了那個年齡之後 其實在情慾上已經不再依靠男人 就不必 他其實對情慾沒有什麼要求 沒有 我現在比較擔心 還是有嘛 要 像我們那個要這樣吃 如果像我這樣已經吃了快一年了 那如果我的更年期是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我那個還要這樣一直吃嗎 我通常是認為說 你應該要吃一段時間 那你的穩定下來 穩定下來以後 你自己就會知道說 常常有些病人我會跟他講說 你看你今天的狀況 你就會覺得說 我今天就是已經累累的很想睡覺 你就不要吃試試看 如果說可以了 你會克服這個困難 那如果說你就說還是不行 我就像剛剛廖老師講 看到那個床我就開始焦慮了 那這我覺得你還是吃 等到你慢慢的穩定說 我最近都睡得很好 你會忘記說 你有沒有吃藥 可是你睡得很好 沒辦法這樣吃 我都是怎樣 我都是明天沒事的時候 或者下午才有事的時候 我都盡量不要吃 就讓他很艱難的入眠 或睡幾個小時 但是我明天有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就一定要吃還沒藥 不然沒辦法吃 所以你這個是有在調整嗎 不是 我盡量不要去吃它 沒有調整 沒辦法調整 那像有 其實我知道像我姐的意思 就是吃到你調 我這件事情給很多人 本身就是一個恐懼 像我一個 昨天真的是 聽到一個錄影的時候 聽到一個藝人在講 他也是吃安眠藥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 副作用的那種安眠藥 什麼副作用 會夢遊啊 會夢遊啊 我又是有夢遊過啊 會夢遊啊 然後你又跟我說我才知道 他夢遊在幹嘛 你知道嗎 看購物台 然後呢 他不知道 他定了 他竟然定同一隻睫毛膏 定了六隻 真的喔 這種夢遊 他完全不知道 他做了自己 我夢遊去看我女兒的房間 然後還跟他講話 然後第二天完全不知道 我是夢遊是狂打電話 然後三天半夜打電話 給人家一直聊天 人家都不知道我在睡覺 因為我不知道我狂打電話 是我女兒告訴我說 媽媽你昨天晚上為什麼一直打電話 我說我十二點半 因為我明天要錄影 我十二點半就吃藥睡著了 我哪有去打電話 他說沒有 我在打電話 你一點多的時候 你起來一直打電話 一直跟他講 我說你神經病 媽媽哪有會講 他說你去看你的通話紀錄 你危害社會很嚴重 我跟你講 你還好你沒有打給購物台 我那個朋友是打給購物台 一個晚上定了六隻 一模一樣的睫毛膏 我之前有這個病人 他們都是好像有好幾個好朋友 一起來看這樣 就有人跟我抱怨說 你給他吃那個是什麼藥 本來他們講好就是說 打打麻將 他等一下要睡覺了 我們就要回家了 他說他越打越勇 然後都不睡覺 害我們大家累得快不行了 然後他越打越勇 然後說你到底給他吃什麼藥 然後他第二天說 我們昨天有打麻將嗎 全部換光光 那家瑋你現在要吃幾顆 不是 因為你如果聽到你說 你自己狂打電話 那個電話紀錄 一個晚上打那麼多電話 你整個頭皮發麻 那下次不要再做什麼 自己不知道 那個不知道自己在打麻將 他有贏錢嗎 就是打越勇 大家都輸給他贏 贏錢賣給他 反正他不知道贏錢 他不知道 他在打的時候知道 他輸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今天晚上11點 最精采的內容就是